就是這個感情線 或這個智慧線 分得很開一點 那我真的 我的臉真的沒有打就腫了 我不開 我沒有很開 你當時也不是很窄啊 對不對 所以意思是說 你該發的你會發 該非你印帳的你會印帳 是這樣子 好啦 我可以跟誰借錢比較借得到 就是跟這種很開的人比較借得到 應該是這樣說 來看一下看一下 都一樣 你要這樣子給我 他也跟你差不多 你也是 他一發就會發 他也蠻開的 我看一下 這樣子 這個 這絕對不會打成你說話 這根本就是巴拉賽 他完全 他完全連在一起的 根本就不會有錢 所以說這位小弟真的是很節儉 很節儉 他都連在一起的 他中間還有一條線黏住 所以說一個人有深滿的相 有深滿的個性 這真的不會假 那你剛拿到葉樹菲的臉 你要跟我們講 我以為葉樹菲的臉 他三省定宴會不會有罪啊 他會不會跑 即使有罪 他還罪到最後 他覺得不一樣 像黃岩森那樣的怒破 他甚至和這個 剛才我們談的這個 這個主要的 我以為這個 神道神 神道神 和一樣 和他的相一樣 他還有老運呢 老運呢 他的老運靠男人啊 他老運靠男人啊 還是靠自己 他一個是 他做個事業 他有事業 對吧 他做個事業 所以他還有老運呢 他還有老運 哇 怎麼看老運呢 你看 他整個的這個年來講 這就是一種奉年 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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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是犯了罪 但是他 絕對不會說 影響到他老運 他真的終於去關一下 那我懂了 他一定要跑了才有老運 那他現在沒有跑啊 沒有跑 沒有跑啊 我以為他不跑也有老運 因為你無疑徒刑也是關十五年啊 對不對啊 普通的訓練徒刑 他反正他都想 這時候被關十五年 還叫有老運嗎 不是 他關十五年啊 他因為獲得190歲 他都還是 有老運 相同啊 那我忘了拿一張阿扁的給你看 阿扁有沒有老運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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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題是什麼 下一題 還有啊 還有啊 還有一個 曾經給阿扁政治獻金的陳友好 陳友好也是 對不對 他是欠銀行 你知道嗎 我去廈門拍戲的時候 講到好像我很厲害 我就一個鏡頭啦 窈窕聲勢 OK 近期要上演的 請各位 如果有來台灣演的話 請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我有兩個鏡頭 我有這兩個鏡頭 我要特地跑到廈門去一下 我住什麼飯店 翔路 我就住過啊 那有遇到他嗎 我住過啊 怎麼可能 翔路飯店很大很大 那個光房間好像就有 不知道兩千多 兩千多 那還在擴充 我們的電影就是在翔路飯店拍的 所以很大 對 因為他呢 在台灣其實也曾經欠了一億多的稅 可是我覺得陳友好很特別 就是他在台灣不是沒有資產 那個資產賣賣清一清 應該可以還掉 他在台灣的資產幾乎都是銀行法拍 法拍之後不足 所以他都開記者會的時候就講說 他跟張秀正是一樣的 跟宏喜的張秀正 他們的情況一樣 就是說銀行自己帶給我的啊 房地產跌了啊 所以呢 他拍賣的不足 不能怪我啊 他們的主張都這樣子 都覺得自己是沒有罪的 就是自己是無辜的 可是呢 陳友好他最可惡的是說 他在台灣其實有一億 以1.1億的稅 他不繳 他就跑了 可是呢 他在中國大陸的降陸 一年啊 你知道一年 當時原來降陸化工 降陸迪倫 一年是繳25億人民幣的稅 所以他在中國大陸一毛錢都不敢逃 可是在台灣呢 他不只欠銀行的錢不還 連稅都不願意繳 所以問一下馬律師 回到我們一般老百姓來講 我們如果欠一個什麼營業稅還是什麼的 我們 我有一個朋友他是這樣子 他跟人家合夥 結果他的稅沒有問題 別人沒有繳 可是因為是合夥 公司的那個稅是合夥人家 結果就害他不能出境耶 我跟你說像一般知識 然後他說 那除非他幫對方全部繳 這個通常我認為 除非他是保人 他是義務人 看這個情形應該他不是義務人 他只是一個法定清算人的問題 應用清算人的方式去限制他出境 那我覺得現在行政執行處 各單位對於追稅的標準都不一樣 北部跟南部又差很多 我一個南部的親戚 欠了16萬那個牌照稅燃料稅 當天有一天 警察刪得個標型大案進來 要把他帶走 所以要管收他 因為你有16萬的這個牌照稅燃料稅 把車也扣走 16萬 16萬 我聽得嚇一跳 我說16萬在台北執行處 那是不是可以先介紹 你先去找孫道純 幾萬人 你就是知道說 南部跟北部 執行處的標準不一樣 也許 南部欠稅的金額都很低 他認為16萬就很大 在台北的執行處 16萬不要來煩我 我的案件幾千萬幾億的都還不及追 還追你這個十幾萬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包含我們這個案件裡面 台北跟市民做法不一樣 所以今天 我們今天如果真的需要說執行處 在追稅上面統一一個標準 我認為他應該去積極去查 他到底隱匿財產與否的問題 沒有 而且我今天這個案件 我有點點批評的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要孫芸芸來去做保 叫做豬聯家族 個人欠稅 豬聯家族 這個事情我們基本上 我認為是有點侵害到人權 可是要有單薄筆 也不單薄筆 我說如果你可以讓他六期 就是六個月內還 所以如果 一期不還就管說 這個可以 但是你要孫芸芸來做保 我認為有點像魯仁勒鼠 他都沒有什麼房地產了 那請問他現在住的房子是誰的 就是人家借給他說 張瓊琳借給他 張瓊琳借給他住的 就是信義之心啊 對啊 可是我要講就是這個計車的調稿 我認為實際上很困難 我們就以阿斌為例 各位應該都還記得阿斌那時候也是 因為香港有個人破產法 所以他就個人宣告他破產 可是的確在那四年的期間 還是有狗仔就目擊到了他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就會出來解釋說 那是我的朋友請來 那個是我的女朋友有錢 那是怎麼樣 所以在台灣也是 我如果今天宣告了 不要說宣告破產 就是我欠稅 然後呢 我的車子買的是超哥的名義 每次出門都是超哥開著雙B載我 其實出錢是我 去吃東西超過五百塊要怎麼樣 他請我 所以我認為 然後明明吃的是鮑魚 就說那是姓鮑菇 是 你看得出來了 像以前那個周仁生欠的有還嗎 他欠的是 他一服勞役的罰金 他是罰金把它折抵六個月罰 把他關掉了 那是罰金 刑罰的罰金 所以的部分一樣 所以他現在沒事了 他現在沒事關出來了 他沒事 他常常騎著摩托車 然後到處亂跑 他現在已經很自由了 而且很多當時 他有玩電玩嗎 他還在玩電玩嗎 可能也是當幕後總顧問吧 可是他當時 其實很多的電玩店 在他出事的時候 都是在他老婆 那個胡立華的名字 都是什麼西門町的店面 就是那些電子層有沒有 後來都是法拍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拍完 就是還有很多 胡立華名下的法拍 現在還在法院執行 什麼樣面向的人喜歡假公祭司 公祭司又挪用公款 有人這樣寫問題嗎 所以我換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人呢 的這個長相呢 會 走偏門 不是 會 盡忠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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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效忠老闆 鞠躬盡 然後努力認真 這樣子 你看哈 這個 每一個哈 譬如是醫生都想要想 他是有點 當初他當這個 他一定對董事長 是最有的 假公祭司的情況 他想哪來看 眼睛看 一般 反正是肺炎有問題的 血液有問題的 一些這個 個性有問題的 譬如是假公祭司 都是眼睛有問題 老實說 年有一分病 心有一分毒 眼有細分病 心有細分毒 眼睛 這個病 病就是毛病 對 眼睛有毛病 心中有毒 毒就是 有不好的心思 不好的心思 因為他就是眼睛一大一小 那一下沈長生的相 你給他看看 這也是 人生有這麼大的起伏 一千億經過他的手 這是大起大落 他為什麼有一千億也是他的眼睛 他就所有的五官人的眼睛最好 聽到老師看了這麼多這些面相這些人 你很節儉 沒有我又發現 還留在國內的 大概就是錢藏在親友名下 對啊 然後呢 跑到國外去的 就是像超哥講的 有透過境外公司錢 錢關大門轉 也出去了 對 不過其實有很多投資人心裡一直在想說 我到底這些錢還要不要的回來 剛剛老師一直拿著沈長生的相 我們當時之所以去採訪這新聞 是因為那個破產管理委員會 一直覺得他還隱匿了26億 所以他們還在笑想這26億 難啊 就好像孫道成這個 孫道成這個到現在 他公司還在存續當中 他根本還沒有破產 你怎麼去清算他 有人申請 宣告之後才真的叫破產 台灣現在要宣告破產要什麼要件 其實台灣宣告破產其實不太容易 大概都是法人 個人很難去做 但是台灣現在已而成而的 關鍵是破產是沒有財產 我們才宣告破產 那叫做無產可破 基本上你收到法院去 法院都會駁回的 所以破產一定要有產 要有產可破 對 好 這些時間的關係 我們已經聊太久了 那麼恭喜各位 節儉的啦 有老孕的啦 恭喜啦 好 謝謝你們的收看 祝你們晚